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彭博社报道最新发现推翻了有关中国一项重大进步的说法 近日科技研究公司Tech Insights 为彭博社拆解了一部华为最新的笔记本电脑晴云L540 拆解后发现该电脑运行的是台湾台积电所制造的芯片 这一发现打破了有关中国一项技术突破的传言 晴云L540笔记本电脑被发现 使用台积电于2020年生产的5纳米芯片 这反驳了有关华为在与中芯国际的合作中 可能已经在技术方面实现重大飞跃的猜测 去年8月华为发布了一款采用中芯国际制造的 7纳米处理器的智能手机在美国和中国引起了轰动 加拿大研究机构为彭博社进行的拆解显示 华为Mate60 Pro的芯片已经很接近于尖端技术 这一消息的曝光引发了整个中国科技界的庆祝 并且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制裁华为是否有效的辩论 而在最新的拆解当中 Tech Insights在华为最新的笔记本电脑中 发现了一款采用台积电5纳米工艺制造的麒麟9006C处理器 该处理器于2020年第三季度左右被组装和封装 行业专家此前曾经推测 该处理器可能是中芯国际开发出来了 专门针对美国制裁的解决方案来实现的突破 但是现在的拆解推翻了这一猜测 风博社消息发布之后 中芯国际的股价在香港应声下跌2% 2023年华为Mate60智能手机所取得的7纳米突破 巩固了华为作为中国自力更生代表的形象 而这款智能手机也遭到中国消费者的疯抢 帮助华为重获了具有象征意义的 1000亿美元收入的门槛 同时也削弱了苹果iPhone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而对于华为来说 进军5纳米领域将代表着又一个巨大的飞跃 使它更接近目前使用的最先进工艺3纳米 台积电在3年前为华为提供过5纳米芯片 目前尚不清楚华为如何采购到3年前的处理器 华为是2019年开始被列入美国实体黑名单的 2020年起台积电停止接受华为的订单 以遵守美国加强版的贸易限制 此后华为在过去几年中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用于芯片的研究和库存 同时还建立了国内供应商和制造伙伴网络 有时还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晴云L540是华为笔记本电脑系列中的最新一款 它的出现恰逢北京正在越来越多的呼吁 在敏感领域靠自力更生来取代外国技术 一些在线零售商称 这款新的笔记本电脑 是专门为满足中国最近对敏感数据安全的 严格要求而设计的 华为官方网站强调了该设备的安全功能 但是没有详细说明 而与此同时 日经亚洲报道 随着在美国实现突破的希望破灭 华为解散了它的北美地区的公关团队 据知情人士透露 华为已经逐步解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共关系 和政府关系团队 过去几个月已经有员工被解雇 其中有几名员工是在新年之后不久被解雇的 据多位消息透露 一些人已经为华为工作了大约十年 对于这一消息感到十分不安 但是其他人则认为这一决定 是鉴于中美关系恶化而做出的 虽然说受到影响的工作岗位数量相对较少 仅涉及公关职位 但是此举意义重大 表明了华为对美国市场前景的判断 2019年 华为首次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之后 华为一度加大了在北美的公共关系和政府关系的力度 而大约在同一时间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并美国要求在加拿大被拘留 2021年 华为聘请了资深民主党说客 波德斯塔和其他三个游说公司 重点游说与孟晚舟释放相关的问题 以及贸易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 当时 华为仍然将美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市场 并且认为有可能取得突破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中美关系跌至低谷 华为成为中国科技巨头 引起西方政府审查的重点对象 政治紧张局势也继续影响华为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前景 华为的前公共关系经理佩雷拉 告诉日经亚洲 北美裁员是意料之中的事 她表示 华为在北美有两个主要目标 那就是释放孟晚舟 以及在美国市场取得突破 而孟晚舟于2021年被释放回到中国 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至于第二个目标 在北美市场取得突破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甚至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佩雷拉表示 从收入来看 美国和加拿大对华为来说 实际上并不重要 因此从商业角度来看 华为将会更多的关注中东东南亚 也许还有南美和东欧市场 与此同时 缺减成本对华为来说也十分有必要 因为目前华为为了维持中国利润的压力 可能会相当的大 他们正在寻找削减成本的方法 上周华为公布了三年来的最高收入 2023年销售额突破7000亿元人民币 比2022年增长了9% 而在半导体技术领域 中美科学家的一项联合研究 取得了重大突破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和美国科学家 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石墨烯半导体 这可能会改变计算机芯片技术 一个中美研究小组 首次用石墨烯合成了一种半导体 这可能是硅芯片之外 超高速计算的一次飞跃 石墨烯是碳的一种形式 作为一种全新的材料 它几乎比自然界的任何其他物质 都更加的坚固 因为它的密度非常之大 但是同时它有非常的薄 用石墨烯制成的一张一平米的吊床 不会比猫的胡子重 但是它却可以承受一只猫的重量 而不会破裂 自2004年发现石墨烯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利用石墨烯 与其他碳材料相结合 设计出一种新型的芯片 一种比现有的任何半导体 都可以耗电更少 但是运行更快的芯片 中国天津大学和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 纳米科学家联合表示 这一长期难以实现的壮举 现在可能已经接近现实 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本周三的《自然》杂志上 中国官方媒体称赞 这壮举是石墨烯在芯片制造中的应用 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该研究由天津大学教授马磊 和美国乔治亚州理工学院教授 德赫尔共同领导 自2018年在天津大学成立 天津国际纳米颗粒与纳米系统中心以来 两家机构都专注于石墨烯电子学的研究 石墨烯独特的电子结构 使它的代锡为零 也就是说当半导体中的电子 在低能段和高能段之间移动的时候 不存在能量差 而这种特性阻碍了石墨烯作为半导体的功能 现在的最新突破就是 中美科学家找到方法 在石墨烯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层 为电子产生所需的间隙 使电子能够在上面快速移动 并且比微芯片要快得多 这是在电子设备中使用石墨烯 卖出的重大一步 使石墨烯具备了良好的半导体性能 使用石墨烯晶体管将使计算机变得更加高效 天津大学报道称 这一突破将为半导体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预示着电子技术的根本性变革 可以满足人们对更高计算机速度 和更小电子设备的需求 而至于石墨烯半导体的实际应用 科学家表示 与目前市场上的半导体材料相比 石墨烯材料的成本具有竞争力 同时性能优越 不过实现产业化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估计要完全实现石墨烯半导体的工业化应用 可能还需要10-15年的时间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